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今天汪哥给大家带来一部校园电影《痞子笑花》 影片开始是一场婚礼 新娘和她的姐妹团抱在一起 话锋一转回到高中 校园美女痞子团帅气登场 短发女是团队的大姐大 小猪则是一枚吃货 王金看到男色就走不动道 还有学习好的四眼妹组成了校园痞子团 在路上还强行收了小燕子加入团队 调戏男同学欺负老师更是家常便饭 一天老师正在上课 王金推了老师一把 老师倒在地上到处找眼镜 老师将他们叫到办公室质问 最后却无奈地放了他们 出来后拉着小燕子逃学还去了他家 将作业都交给他来代谢 小猪闻到香味 就跑去厨房将小燕子妈妈要卖的烧鸡吃了 几人吃完之后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一天 王金带着一个挂剑出现在他们面前 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附近很神的高人给的 几人还特意换装去见了这个高人 来到高人家里 高人依依指点 高人告诉小猪会背伴他们 几人不幸便离开了 还约定以后要做对方的伴娘 想想不对劲就回去找了高人退钱 高人怂了 就将钱给了大姐大 四眼妹搬上来了一个帅气的老师 令四眼妹心动不已 四眼妹尾随老师去了超市 慌忙下拿了避孕套 而老师出面结尾 大姐大误会四眼妹和老师有关系 四眼妹也总是缺席他们的聚会 一次 几个人在路上帮了一个卖冰棍的老爷爷 被学校的胆恶霸嘲笑 后来几个人一起约嫁 被学校知道后 却由大姐大一个人承担了 小猪因为偷偷努力拿到了出国的名额 匹兹团都认为她背叛了大家 小猪带着失望出国了 十年后 小燕子结婚 所有人都齐聚了 匹兹团又重归于好 青春里的那些事情都是美好的 好了我是汪哥如果喜欢就请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